职团体成员国领导人全书聚集在这个小小的荧幕上 因应全球公卫紧急居士 职团体破天荒举行元首级视讯会议 由沙奥地阿拉伯国王萨尔曼主持 希望各国共同合作解决全球危机 从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度出席重要多边会议 在会议当中承诺中国将扩大向国际市场 供应医药原料和物资等等的产品 而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还趁机向美国喊话 呼吁取消关税壁垒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力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坚定美国的改革开放 放官市场稳入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我呼吁20个集团成员 采取共同去做 减免关税 取消避免 产通贸易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当场并没有做出回应 彭博则引述消息人士披露 由于沙国和俄罗斯爆发原油价格战 导致油价崩跌 让川普政府在会议当中施压沙国 希望搁置下个月开始 每天供应1230万桶原油的增产计划 让油价能够重回三月初崩盘前的水准 这次峰会当中 各国领袖展现空前的团结气氛 会后还发表了联合声明 强调会不惜一切的代价 采用所有的政策工具 将对全球经济和社会损害降到最低 承诺将向全球经济注入超过5兆美元 相当于150兆台币的资金 来因应经济冲击 各国领导人承诺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卫组织合作推出财务计划 支援发展中国家 并且预计在4月份部长级会议上 确定医疗紧急行动方案 希望能够避免危机进一步扩大